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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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考试对象为普通高中在校学生 高中阶段其他学校在校生和社会人员 思想政治 历史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六门科目 等级新考试 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 从六门等级新考试科目中 自主选择参加三门科目考试 考试对象仅限当年参加本市统一高考的考生 三 考试时间及成绩呈现形式 合格性考试时间 合格性考试中体育与健康 考试安排在高三第二学期 艺术音乐 美术考试安排在高第一学期末 其余十一门科目合格性考试美学年组这两次 分别安排在美学期末 普通高中在校学生首次参加合格性考试时间 未高一第二学期末 学生在完成美门科目必修课程后 即可参加合格性考试 做到随讲 随考 随清 合格性考试成绩呈现形式 合格性考试成绩已合格 不合格呈现 达当合格水平是普通高中毕业的必要条件和高中同等学历认定的主要意志 当次考试不合格 可参加以后学期同科目合格性考试 全是不单独组织补考 等级性考试时间 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 从六门等级性考试科目中 自主选择参加三门科目考试 等级性考试每学年组织一次 安排在每年的六月 等级性考试成绩呈现形式 等级性考试成绩与等级呈现 分为五个等级 等级根据原始分化定 成绩当年有效 进入高校招生录取当年总成绩 高等约校可根据班学特色和定位 以及不同学科专业人才培养需要 从思想政治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六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中 分专业类 自主提出选好科目范围 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二 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制度 一 科学确定评价内容 综合素质评价主要从思想道德 学业成就 身心健康 艺术素养 社会实践等五个方面 客观记录学生的成长过程 整体反映学生的肢体 美全面发展情况和个性特长 引导学生培育和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社会责任感 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综合素质评价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 高中学校要基于学生发展的年龄特征 结合教育教学实际 科学确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02 科学合理使用评价信息 学校和教师要指导学生 在北京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平台 中计时 客观记录反映学生综合素质主要方面的具体活动 收集相关事实材料 学校每学期要对电子平台中学生本学期的实时材料和活动 记录进行审核和公式 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参考 招生学校应提前制定 并公布具体使用办法 使用情况必须规范 公开 公正 三 开架高考综合改革 01 统一高考招生改革 1 同考课目 从2020年起 北京市统一高考课目 调整微语文 数学 外语三文 不分文理科 每门科目满分150分 总分450分 二 英语考试 从2018届考生起 英语听力分值保持30分不变 与同考比试分离 实行机考 一年两次考试 安排在每年12月合测年3月进行 取听力最高成绩与比试成绩 一同组成英语科目成绩进入高考总分 从2021年起 英语增加口语考试 口语加听力考试共计50分 总成绩分值不变 三 成绩构成 从2020年起 参加本科院校招生录取 考生的总成绩由语文 数学 外语三文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和三文 三文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 其中选考科目为能满分100分 及高校招生录取总分满分值为750分 参加高职专科统一招生录取的考生 采用同考家合格性学业水平考试招生模式 高考成绩由语文 数学 外语三文统一高考成绩组成 招生高校根据各专业 培养需求从合格性学业水平考试课目中选定二门 所选学业水平考试课目 考生成绩绩达到合格 四 录取方式 实行高考志愿考后志分填报 普通批次 按照分数优先 遵循志愿的原则 进行平行志愿投道 在总结本科2批与本科3批合并为本科2批经验基础上 2019年将本科1批与本科2批合并为本科普通批 02 高职业校分类考试招生改革 出统一高考版 加快推进高职业校分类考试招生改革 高职业校分类考试招生 包括高职次主招生 单考单招等形式 推行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评价方式 逐步使高职分类考试招生成为高职招生的主区导 高职业校对普通高中生和中职生分别制定测试办法 普通高中学生综合考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高中生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情况和综合素质评价信息 中职生在文化和笔试基础上 充分考虑学生的职业基本水平 03 综合评价录取改革 充分接见其他省份的经验 在部分高校探索开展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改革试点 综合评价录